欢迎收看文化所Cultural Club 我是Sheron 我是Abbie 又你 今集我们继续有Ellen和我们谈谈香港的新媒体艺术 其实Abbie 我知道你之前在我们做旧同事的时候 你也做过一个月的关于这个题目 你会不会有些东西想说呢 我想说那时候也挺令到我觉得 艺术是一件什么事 现在这个世代的艺术 可能是认识了很多关于科技 认识了很多不只是这么简单 以往我们可能是表达一些内心的感觉 但是就是艺术 但现在不是了 不只是这样 凡是艺术都好像是一种混合的媒体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 我不知道Allen你怎样看 我突然这样说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他所谓的艺术的形式 或者他那个媒介 譬如说七十年代 因为我很喜欢Peter Greenaway 这个英国导演 他本来是做导演的 他是记录有什么订阅 有什么订阅 有什么订阅 是一个这样的文言 是一个很苦闷的人 但是他是很有趣 因为他这么苦闷 他把那些苦闷 放在他的电影里面 他的电影其实是很整体的 他就回答很多 他有时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回答他说 他生于这个年代 他那时候是一个年轻人 所以他没有选择 他一定是拍电影 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那我就生于这个八十年代 所以我也没有选择 我除了拍视频 我也没有选择 是的 好的 生于九十年代 不是 生于九十年代 就是做艺术师的朋友 可能就是他们会 我觉得 开始有些新媒体的感觉 可能会开始 开始发掘一下 但是又未去到 可以自己 把电脑 都变成自己的创作工具 到二千年之后 你会见到很多艺术师 他们是 已经可以把电脑 它是写软件 或者写一个interface 或者写一个iPhone App 已经可以是 赚钱 不是 就是他創作的一个频道 但是我仍然觉得 每一个时代 他都有 那时是最影响当时的年轻人的媒介 但是我会觉得 你说 是不是我们现在越来越看到 那些媒介 有新的媒介出现 越来越多新的 而我们就不去 他们也很少会说 人性 或者人的感情 又未必 这个我会 有少少不是 或者觉得 可能是真的一个工具 我做完那个月 整天说回那个月 总之 给我很大的感觉就是 没错 我们以前用画笔 就是我们的工具 去做了 现在我们的工具 就是一个电脑 一个设计 去抒发我们自己想的东西 可能 而我们自己这样比较 是所谓多了科技 但其实 像你未开麦前都说 一支笔 其实都是一种科技的结晶 毛笔也是 画笔也是 可能 真是一个很正常的趋势 应该都不可以 撥它成为 某一种新的发现 或者是怎样 New Media Art 可能只不过是 比较跟他们以前的 舊的Media Art 以前都可以叫New Media Art 在那时候 不是叫New Media Art 那些时间 可能今年我们也觉得 做了iPhone App 都是New Media Art 但是10年之后 一定不是 过多几年 可能已经不是 还有一些更厉害 是的 不过你刚才说 你说转变 每一个年代 每一个Dekage 都有转变 我又回到自己的话题 Alan 你由八多年开始 创作你的工作 到现在 你好像是 由一个纯视频艺术 到现在 好像不止了 你会 其实我也是由电影开始 电影 我经常都 发觉 我经常都不记得 我自己由电影开始 其他人都好像不太记得 我由电影开始 其实是 所以我觉得 走得很远 我从电影开始 你走远了 是的 我由电影开始 跟着Videos Videos 就去回MTV 或是去Popular Culture Popular Culture 就是入去Find Art 就是Gallery Museum那边 所以那条路 是走了很多地方 是的 去到现在 做Videotouch的 你怎么说 是Cher woman Cher woman Cher woman 以及拆展麥克風波 我們會看到你弄傷的 好像是一些比較前衛的藝術 其實對於你 你是否怎樣看 我想所有藝術形式 或者所有創作的人 其實都希望自己是一個屬於在 艾爾芳家的前衛的位置上 去看自己的創作 或者去選擇自己的課題 因為你不會想做一些 別人已經說過 或者別人已經做得很好的事情 你是想有些創立自己的新的風格 創立自己想說的事情 所以艾爾芳家除了是一個這樣的動機之外 亦都是因為你要去做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個很關鍵的心理 去看究竟你現在在做什麼 那你就要把你這個藝術形式 可能是譬如一張畫布 那張畫布你會問很多問題 關於那張畫布 為什麼那張畫布上面要擺顏色 如果不是顏色是可以嗎 或者那張畫布為什麼要有框 如果沒有框可以嗎 或者那張畫布為什麼要是白色 可不可以原本是有光孔 透光的可以嗎 你會問很多這樣的問題 當你問一個這樣的問題 亦都等同問什麼藝術 什麼是你現在做的藝術 亦都在問一些比較前衛的問題 所以當你做創作的時候 問這些這樣的問題 其實是很正常的 不過外面就會覺得 你很前衛 我覺得是這樣 OK Alan 你覺得 其實你有自己做創作 亦都有做一些 即他做創作者 但其實你兩方面 會不會 需要平衡 因為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想法 即當你去做策資的時候 譬如你剛才說 都要想去引入一些學生的作品 可能就要用一個創作者去面對他們 但自己的時候 可能就能夠去想多一些自己想問的問題 前衛的問題 即這兩方面 你這幾年是怎樣去平衡 或者我不知道這個平衡 用得對嗎 其實我一路 因為一開始做Viu Touch的時候 其實它本來是一個火鳥電影會的節目 所以其實做Viu Touch的程式的時候 其實都是 即已經是開始 雖然我當時不是一個策展人 但我開始的時候 就會很意識 我為什麼要選這個 不選那個 為什麼這個會比那個 或者為什麼這個適合這個時候做 可不可以下年做 即所有這些問題 在做程式的時候 然後就會開始會問 當然 麥克風給了一個空間 我是不單止問這個 還會問一些市場的問題 即是說 究竟觀眾會不會接受 或者怎樣公開它 這個是一步步的慢慢學上去 但我開始做Viu Touch的時候 其實那個 所謂做創作者 或者做Amin的想法 其實在那裡是一邊做 一邊學 那做藝術 其實都是因為火鳥電影會 而誕生了 不可以說無緣無故 總不知就做了 不知為什麼 因為我本身不是讀藝術 就是因為他們搞的一些項目 就沒有什麼人 寄載一些作品 是的 我們就愛於 你自己 哈哈 就愛於 這個故事其實是真的 就愛於沒有作品 愛於時間關係 已經做了一點 沒錯 所以大家 那時候 我們有三個人做主持人 我想他們三個人都在香港 因為他們聽到的節目 可能都會笑 因為我們有三個人是做那個 活動 沒有什麼節目 所以三個人認購了三個 每個人認購了一些作品出來做 挺好的 挺好的 有機會自己 有機會自己 我順便 是的 都是這樣開始了 然後 做出來的作品 居然有人看了 又有人覺得很好 這時候只能做 越做越大 越做越多 也是這樣 你一定會很意識地問自己很多問題 為什麼 人家會喜歡你的東西 為什麼 下一個我應該做什麼 其實那時候我很好 我給自己很多練習 是自動撻著做藝術那些 第一個月份 已經出了十二個想法 然後逼自己一個星期 要出一個工作 然後就連續這樣做了 連續做了三個月 後來發現 原來在外國 在意大利 還有一個地方叫Fabrica 原來他們招攬25歲以下的 年輕人的設計師 或者藝術那樣 去他們那裡做一年 他們一年 裡面的五十二個星期 全部都要他們每一個星期出一個工作 哦 我有個同學以前去了那裡 是啊 是啊 無論他多小也好 無論你的工作有多小 或者多容易做也好 你都要一個星期做一個 很辛苦 這個平時是很辛苦 很密集 所以我也很慶幸迫自己做了三個月的功課 哇 每一個星期都要出一個 但是我沒有讀過這個藝術 是啊 這樣堅強迫出來就要迫到一些東西 是 Ebby之前在網上起了你底 你剛才也提過你自己本來不是讀藝術的 是 你本來是做一些醫護的行業 但是你覺得這個 少少個人 你覺得這個是你生命裡面其中一個經歷 還是少少遺憾 因為你生活裡面有些部分不是跟藝術那麼有關係 還是其實這兩個都是我說的 不同年紀有不同的想法 現在人變大了 我二十多歲的時候當然覺得 哇 你知道第一次賺到錢 然後去買很多自己喜歡的東西是很開心的 永遠都不會捨得放棄一份平穩的工作 所以從藝術那麼令人害怕 又不知道有沒有人找你做事 有很多人找你做事 其實是 我當時是有很多人 但全部都說沒有錢 哈哈哈哈 二十多歲是一樣的 這個都沒有變過 這個香港是 我都很令人害怕 所以當時就覺得 啊 但是我又喜歡做醫院的 我覺得 我很小時候 已經是覺得我是想做醫院的 我覺得全世界的人 那些人死光 就是世界每天都死光 有一件事一定不死的 就是醫院 總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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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有幾個死不去的 讓我來理一下他 哈哈 但是 是的 那時候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 到終期一點 就會覺得 哎呀我都很想 真的 轉去做藝術那邊 多一點 但是 後來又發覺 其實都沒有什麼 其實很多東西都上了軌道 即是Microwave和Vidu Tatcha 或者其他所有事情 你都知道大約 如果你出來做的話 你會做到什麼 你都大約 好像又知道了 又好像不是很挑戰 如果要真的做的話 去外國做 是不是會好些呢 但是去外國做 又不是說 在一個人到中年的時候 去做那些創業的 所以到現在 你進入老年的期間 為什麼 這麼快 我三分鐘回顧了你一身 這樣 還有呢 就會覺得 都應該考慮一下 如何退入 退入 然後開始投資 其實 我覺得 整個藝術的 career 其實我是很投入 還有我也覺得 我沒有特別遺憾 你說 是不是一定要 用全職的時間去投入 不是說一定 但是我相信 現在我回望 我覺得是會好的 因為 始終那件事是自己喜歡的 你可以擺多些時間 就算它不是發展得很好 你擺完所有時間 你無悔 但是現在 很感動 無悔 我現在當沒有人在這裏 這樣說 是啊 我們繼續 但是 現在就會覺得 嗯 看看還有什麼可以做 現在不一定是 要擺全部的時間進去 Sharon很感性 你問什麼問題 就是這樣 我先問一些實際的 其實 由你剛開始到現在 都是實驗 很重要的 無論是你的工作 也好 你拆展的事情也好 環繞著你身邊的 所有發生的事 好像 喂 我也要一些實驗 你也要 我也要有這件事 這件事究竟有多重要 嗯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其實 很簡單這樣說 譬如現在很多坊間 有些某飲品 或者某球鞋 都會搞一個 不知道什麼 譬如影片創作比賽 對 其實你很容易覺得 跟藝術不是很大的關係 那個是自在參與 所以 究竟我們 希望我們看到 或者我們展示出來的 藝術是自在參與 還是真的藝術呢 如果是藝術的話 我們應該是說 一些 包含了一些 除了美學的經驗之外 其實都是一個 智能力的經驗 如果是 有些事情可以 發人心醒也好 或者是令到你 想事也好 或者是打動人心 令到你去 去SCM 讀書也好 其實那個是 他藝術本身 或者作品本身的 一個力量 其實我們去找的 或者我們去做 節目的時候 我們希望 整個表演出到 這件事 出到他這個力量出來 我想他去看 例如看音樂也是 我以前很喜歡聽歌 所以整天去看音樂 甚至自己沒有去到 不夠錢買票 我就幻想我看這個音樂 開唱一個CD 然後就去幻想 然後我真的想 上台唱歌 或者我想獻花 或者什麼 你是有一個衝動 想做一些事情 那個推動力是很大的 你看到藝術 它吸引的地方 除了它是 直根在每一個人 或者藝術家 那個感情的生活 或者他的生命上面 但是同時間是 社會的環境製造出來 但是他的動力 他的力量 可以推動很多人 去做很多好好的事 我想 你這個想法 我想大家心底裡是有的 但是 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 每天他不夠膽 所以相信 為什麼 就是你所說 現在的人 大家都很喜歡享受 自己出了糧 去買東西 那一刻 我覺得 但是 現在的小孩 不發夢 是我經常聽到 不發夢 他們很現實 不發夢 對 iPhone 這麼帥 我當然要買 你明白嗎 已經在儲錢買iPhone 對 政府一出六千元 我就要買iPad 或iPhone 所以 沒有夢 這件事 不是那件事 是的 舊式人 是這樣 我只會說 可能 在香港 我剛才想說的實驗 那件事 可能不是那麼多人敢去做的一件事 實驗說真的 真的有冒險性 你不知道會怎樣 有沒有安全感 那件事 會在 可能 縱使實驗完之後 會有件事爆出來 但是你不肯定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會 算了 留給你做 但是實驗是 真是藝術的 真實 是的 如果你不想做藝術的話 你真是自在參與的話 你真是可以不實驗 你明知道 你參加一個比賽 你可以怎樣怎樣就贏到 那你就這樣 你不需要實驗 是的 很多東西都有法律 我想 香港很多藝術的比賽 其實都是 好像經常都是某幾間 那些 話實說那些小孩子贏 其實某程度上 它是掌握了 那種比賽的語言 其實是考試 考試技術 就沒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會不會是 教育 可能你們做的表演 都要 為何要專注於 那麼多媒體的人 或者是給一些 學校圈來看 是重要的 因為 我不知道學校裏面 中學會怎樣教藝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以我自己 那時候讀 就是 你們怎樣挑 這樣畫 就會這樣 不是說 令到你 吸引你 去做一些事情 是一種 技術 對 其實這樣 容易教一些 在上課的時候 我要教你 一課是教你 做到一件事 總不知 你追蹤那十個指導 好像 科學科學 你追蹤那十個方法 你就可以 做到那件事了 很容易 拿回去和媽媽 有交代 都要有交代 但是 其實這是一個 真是一個 教育的問題 其實從來都不是 教育你去想 你說香港 是不是 不是 外國都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其實很有趣 之前 我們 譬如說藝術也好 科學也好 其他科目也好 其實都是最近這二百年才成立 有這些 學習的 但是現在開始 有些學校 他不單止是將 就是剛才你說過 複製 或者是 cross media 的一個訓練 現在是 cross discipline 即他真的是 藝術也打爛了 工程師 也打爛了 整個 就是打橫教的 不是打動的教 我以前就是打動的教 是 但這個很新 聽說 現在全世界只有 只有兩三間學校 是這樣的 打橫教 其實現在 打橫這種 是幾百年前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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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哲學家 科學家 是打橫的 所以通通了 其實哲學很重要 我也說自己給了很多哲學 除了三個月每個星期要出一件事之外 我又迫自己上了一個一年的哲學班 迫自己? 不是迫 只是自己介紹 自己介紹 又讀了幾個文化的文化 什麼叫做Postmodernism 你突然間對於那件事爆發了 是 運沌期 自己安排一些事給自己做 那時沒有SCM 為什麼經常在SCM 雖然我沒有客氣 不要經常提 不如這樣吧 時間差不多 我們先去一個環節 好 回到最後一個Express的環節 不知道大家最近會否去Art Center 藝術中心看看Program Art Center有一條很長的樓梯 中間有一個通道 是不是叫通道呢 有一個位置 現在就擺放了一個作品 有一個Sculpture的作品 叫做《軌跡》 就是一個香港的雕塑家 哪個鬼啊 鬼跡 鬼跡的鬼 出鬼的鬼 鬼跡的鬼 鬼跡的鬼 還有鬼的鬼 鬼跡的鬼 你知道是努力七月 就是一個本地的雕塑家 馮力人的作品 其實之前跟她談過 她本身也是一個 她本身不是Artist 她跟今天的主題 不知道為何會這麼合 她本身是在電力公司做工程師 其他時候去做她的作品 她的作品也是在思考人的命運 其中有一句是說 人生是我們選擇的總和 這麼熟的 你有這樣想過嗎 有空到灣仔Art Center 就可以去看這個作品 我又想問問那個作品是一件 還是怎樣 應該是牠是連著的 他在樓梯黃色樓梯中間 樓梯圈的中間 是上去 是 之前在藝術館也展出過 但可能不會是這樣擺 你有看過? 我看過 我也是之前做節目的時候 我訪問過 看過 就是這樣 今天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首先謝謝Alan 兩個星期做我們的仙頭櫥 仙頭櫥? 回來我們休息後成為我們第一個嘉賓 也很高興用了這個New Media 做了我們 頭炮 雖然有點難去理解 不過不要緊 大家的腦袋越來越開放 好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